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3号,我是在我的办公室里,前天我发过一条推文,我说呢我将很快回到油管,讲我自己的这个陈年往事,不再更多的把精力放在美国总统大选这样的一些,没什么实际意义的论战上。 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不懂,至少是不真懂,我的消息源呢也有限,我相信美国的选举制度不会有大的问题,相信美国的媒体呢会有起码的操守,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已经基本上说清楚了,那么说过了之后呢再讲太多呢也就没意思了。 当时呢12月1号晚上呢我就拍了一段视频,我想呢还是把这个事呢做一个归纳,把从11月7号到12月1号之间,我在推特上的这种言论 以及呢跟广大网友之间的互动,包括呢跟某些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一种对应,回应,也就跟大家逐一讲一讲。 我本来以为呢会用半个小时或者一小时就差不多。 但是没想到呢我自己呢这个罗里巴索呢这个居然说了两个小时。 传上去以后呢我自己呢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也有不少的网友跟我留言呢说呢你最好要控制在15到20分钟之内。 因为呢这个这个视频太长了之后呢没有人能看得了。 确确确实实,说老实话,两个小时的视频我自己我都没能看完。 我都看不完,我看着都很费劲。 那我想呢就是说,下不为例,以后呢再做这个视频的这种上传的时候呢, 我想尽量不超过20到30分钟。 希望每次呢不讲太多的事情,希望每次能够言之有误,实事求是的讲一些事实。 而且呢我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呢也不会太多的去评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观点呢都很难保证它的这种生命力。 唯有这种事实是我们特别特别需要记住的。 而且呢这个事实呢要尽量陈述的准确。 为以前所做的或者所见到的好多事情。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留下一个叙述的文本。 我觉得这个呢是我应该做的。 而且呢是经过努力呢也有可能做得到的。 还是要感谢大家的提醒。 那么两个小时左右的上一段视频。 虽然说大家不一定有时间能够看得清晰。 我还是简单做一个接手。 这个里面呢其实呢是我卷入这场争论呢是由贺江兵引起的。 不是贺江兵招了我。 而是呢贺江兵发的一条推文。 被我用来呢这个推出来。 来表达了我的观点。 贺江兵是我的朋友。 我们我们有很多的交道。 对于他的观点呢我不认可。 对于他在推特上骂人呢我也。 我也我也吃一个反对的这样的一种意见。 那么多人骂人我都没有去讲。 为什么丹江老赫呢? 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我说别人可能也不太合适。 实际上呢这个我要向贺江兵表示天语。 虽然说我依然不赞成他的观点。 我认为他很快就露笑。 这个因为特朗普不太可能获胜。 这个两个小时的视频里面提到的朋友。 有贺江兵。 有慕容雪村。 有王小山。 我们都不错。 都挺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呢这个刚刚认识的不太熟悉的朋友。 那么大家到我这个推特上去看呢。 应该能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你来我往的过程。 我中间选择一些这个网友的回应或者是观点推出来。 实际上呢是借这样的一种回应呢。 来表达我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那么我需要不管怎么样我需要谢谢这些人。 另外呢也还涉及到唐柏乔和一个佛罗里达的这个华侨吧。 猫神。 他们两位呢尤其猫神这个呢因为交大比较晚。 所以说呢是放在那段视频的后顾了。 因为自然而然的就到一个半小时以后了。 我也还是希望呢大家谈事说事呢要对事不对人。 哪怕是辩论呢也要有起码的体面。 不要这个预设一些立场。 然后给别人扣帽子。 这个呢既是对猫神和唐柏乔这样的朋友的批评。 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警醒。 我不太愿意呢就是说被别人歪曲。 我也不习惯于呢先去歪曲别人的立场。 然后把它竖为靶子。 然后我再去反驳。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属于诡辩。 这没意思。 占用大家很多时间呢这件事情呢就说到这个地方。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很多网友呢除了说这个时间太长看不了之外呢。 然后也有人关心我的身体。 说我太瘦了。 瘦的有点不像话吧。 然后是不是血糖控制的不好。 让我多多注意身体。 非常感谢啊。 确实是比较瘦了。 我从这个两年多。 两年的时间。 由这个220斤左右的体重。 瘦到了现在180斤出头。 大概呢应该是瘦了有三十七八斤。 我最新的这个体检的结果。 10月下旬。 10月下旬做的。 11月做的这个体检。 那么。 基本的状况的指标呢应该都还可以。 所以CT呢有一点点节节。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我会做一个复查。 血糖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7.2。 对于一个20年的糖尿病患者来讲。 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应该还行。 其他的方面呢应该说也基本上都未见异常。 都未见异常。 呃。 我的这个。 现在医生给我的治疗方案。 我用的这个。 医疗素类似物呢叫糯合力。 它呢是控制体重。 减轻体重。 我吃的口服药呢有可能裂净。 这是一种新药。 它的原理呢是从尿里面排出这个。 这个葡萄糖。 所以说呢现在化验的时候呢。 尿糖里面有加好。 这是它在发挥功效的表现。 血糖呢相对来讲比较低。 然后呢就是血脂呢要吃药控制。 血脂高了不太好。 低密度脂糖白有一点点高。 这个高呢是属于正常人的正糖质范围之内。 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的这个。 控制血糖和保护这个肾脏的要求。 它希望在2.6以下。 我仅仅是到2.63。 所以说呢这个。 这个呢。 跟大家汇报我的这个。 这个身体情况。 请大家放心。 应该说呢还是。 还是算比较正常。 我现在也。 也不想再受了。 因为行销鼓励。 是吧。 这个现实本来就挺古兰的。 如果说我呢我这么看着呢像一个干巴老头一样的。 不光是大家看着难受。 这个我觉得呢也挺难受。 为什么呢就是说。 以往十年间的衣服现在穿起来匆匆夸夸。 反倒是。 20年前的衣服。 2003年左右的衣服。 能穿了。 那么我现在呢。 开始呢。 逐渐找以前的这些衣服。 关家宝总理呢。 穿一个旅游鞋有十年左右。 穿一个羽绒服呢也是十几年。 其实在我来讲呢。 十几二十年以前的衣服翻出来重新穿。 是常事。 只不过是呢。 我们寻常百姓。 当然就。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再有呢就是说。 这个我的身体数据呢。 这个不是什么秘密。 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从得糖尿病那一天起。 三十几岁。 就每天在嚷嚷。 但是每天呢控制的也不够好。 锻炼的也不够好。 我希望下一步呢能够好好的加强锻炼。 谁让我认识这个那么多健身教练呢。 是吧。 他们本来也可以给我一些指点。 这是要谢谢。 另外有些朋友说呢。 如果说你这个油管呢。 需要经营来取得收入。 一个是要短。 一个是要起一个比较好听的题目。 有一些关键词词标签能够推荐。 能够被人注意到。 我确实是应该很好地去琢磨。 但是呢又没有这个精力。 就顺其自然就好了。 有些朋友说呢可以加一个二维码。 如果说这个。 这个比如说。 在路里路里突然举起一个二维码来。 那么也可能就会有这个热心的网友去扫码。 去给我付钱。 这当然很好。 但是呢我觉得。 对我来讲呢也不太合适。 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 我又得说开车。 走在石子路口。 然后上来呢有些。 老先生啊老太太啊。 这个或者特殊人士呢来。 希望。 给予帮助。 那么他们有时候呢会有。 二维码。 我呢还没有拿二维码跟别人说过拳。 我觉得这个东西观感不一样。 而且呢我的生活切切实实。 像我回答推特上的朋友关心一样。 是吧。 我有工资。 有社保。 有医保。 是吧。 应当说呢还温饱无余。 没啥问题。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 YouTube的这种。 这种打赏啊。 或者说。 或者说广告的收入。 那就是。 年三十打一兔子。 有他我得过年。 没他也过年。 是吧。 我想起来这个。 听郭德纲的相声。 郭德纲经常说。 你看这么多人送花。 是吧。 送礼物。 你这个。 你送了你让没送的。 这些观众朋友。 情何以堪呢。 何况呢你也不知道。 我喜欢什么。 那么余谦这时候就会问他。 你什么意思呀。 他说。 你们可以把这个。 买花的钱。 折成现金给我。 是吧。 那么我想呢就是说。 呃。 不一定需要给我打赏。 可以给我送花。 跟郭德纲正好喊着。 那么这个花呢。 呃。 呃。 其实你多来就可以。 多来看就可以了。 这个。 呃。 多多的。 带一些朋友来订阅。 然后。 显得我这个地方人气比较旺。 这就已经是一个。 很大的支持。 是。 总之呢。 是希望。 跟大家的交流。 让彼此呢。 都有帮助。 都有意义。 再有呢。 就说一个。 小事情。 就是昨天呢。 这个。 我们所的这个。 他的一些朋友啊。 加上。 许凯王妃呢。 我们一起。 吃饭。 但是等到五点六点。 也没人理我。 我觉得应该呢。 就是在开厅。 我是没有想到一个这样的案件呢。 会开到晚上十二点钟。 通过王妃律师申请法庭回避。 这样的一个方式。 才停顿下来。 现在是一个。 我听说是一个休停的状态。 朱军本人没有来过。 呃。 我特别欣赏呢。 我的这个小同事徐凯。 徐凯呢。 就是微博上那个笔名叫徐浅川。 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本科生。 他是安徽人。 然后呢。 他在财经杂志做法治记者。 呃。 我的很多的事情呢。 是他报道的。 比如说这个劳动教养。 他在重庆跟我跑了很久。 他一直是在采访。 然后呢。 这个。 我和斯伟江吴鹏斌在。 浙江温州所做的余七一的双规致死的那个案件。 也是他做的采访。 斯伟江去爬梯子拍那个解剖室的照片。 拍到了余七一呢。 这个被解剖的那个。 那个场景。 当时呢。 徐凯帮斯伟江搬的梯子。 我呢。 把铺上来的警察推开。 斯伟江爬到梯子上。 隔着那个窗户。 用他那个七千多块钱的索尼微单相机。 拍了一串的照片。 然后呢。 我们就。 我们就。 立即的离开。 就。 发了微博。 这就是当时在2013年时候的情景。 2013年春天的情景。 后来呢。 因为这个。 他在财经杂志呢。 他奉命去调查。 这个。 周永康家族的这个。 一些企业的。 这样的一些情况。 他请了我们帮他呢。 去调取工商执照。 那么郑洪帮他去做了。 后来呢。 郑洪被抓了。 徐凯呢。 也被警方要求。 作证。 大概是用来证明我。 我的罪过吧。 呃。 徐凯经历了。 两次。 特别不舒服的这样的一种遭遇吧。 后来呢。 他。 写了一篇文章。 在我的案件开庭之前。 他在网上发表。 我呢。 对徐凯的调查能力。 和对他的这个。 尊重事实。 呃。 钻研法律这样的一种素养。 我特别喜欢。 他呢。 现在呢。 已经调到了。 调进了华一律师事务所。 呃。 他当时呢。 这个。 和我们这儿的屈认红呢。 一起代理了。 朱军肃。 徐超。 和贤子的那个。 名誉权纠纠纠纷纷。 中间呢。 奈超同学。 许超。 作为被照呢。 在那段案件中间应付。 但是现在呢。 一直。 没有任何进展。 大概也快两年了。 一年多了吧。 。 然后。 现在呢。 他是。 刚刚加入呢。 这个。 在。 贤子起诉。 朱军的这个。 性骚扰死。 害责任纠纷案件中间。 代理先生。 他和王菲合作。 那么。 我想呢。 这是一个比较。 比较新的案由。 这个。 迷途事件呢。 又属于。 社会运动。 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期待。 律师。 好好的打官司。 然后。 法庭呢。 认真的。 以这个。 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手。 来。 审理这样的一个案件。 因为这个案件是一个。 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 所以说呢。 庭上的情况呢。 我相信。 应该也。 不会有人。 不会有外人知道。 呃。 律师肯定呢。 也不会去。 去讲什么。 总而言之呢。 是希望。 法院能够公正的审理。 能够呢。 给这个社会。 留下一个。 标志性的。 这个。 有借鉴意义的案例。 不要像呢。 有些法院审理的类似。 狼牙山武装士。 那样的。 民意权纠缓案例一样。 一下子能使中国的这种。 司法裁判的原则。 能够倒退20年。 这样的情况呢。 我不希望。 在这个案件中间。 重演。 现在呢。 快20分钟了。 那么今天呢。 我就。 说到这。 呃。 呃。 谢谢大家。 呃。